布朗尼下季联赛首秀4加2加2 老詹表示打得还行 胡仁另一焦点新秀 差强人意 下季联赛如约而至 胡仁和国王的节目战也如期打响 作为本场比赛的最大焦点 詹姆斯大公子布朗尼的首秀可谓是万种期待 不过也许是还没有适应NBA赛场 布朗尼全场9中2只得到4分 二篮板二助攻还有一强段 不过他两个进球都还挺帅 老詹看了以后 也是表现得非常满意 不过作为一个未来发展方向偏3D的球员 布朗尼发球2中0可是不太应该 比赛之余还是得多练呀 另一个焦点自然是胡仁17号秀克内科特了 观看数据他的表现不太理想 12中3只得到了12分二篮板四助攻 不过如果看了比赛 就会发现他的技术还是非常扎实的 或许是因为第一场下季联赛有点紧张 所以上半场的表现有点灾难级 不过随着比赛的深入 克内科特明显打得越来越顺手 表现也越来越好 最终胡仁94比108不提国王 五元侠季联赛开门哦 不过这种比赛 赢了自然好 输了也无所谓 毕竟主要是给新人练兵用的 再说了 强如詹姆斯当年侠季联赛打的也是一坨 所以胡仁这俩新秀还是值得球迷们观望一下的